作为复仇者联盟中战力最强的英雄之一 地区人Hawk可以说是所有超级英雄中最悲剧的人物 从小孤苦无疑的Bruce Banner 长大后成为了一位天才和物理学博士 也因此得到了罗斯将军的女儿贝蒂罗斯青睐相恋 此时事业与感情一帆丰盛的Bruce 似乎已经摆脱了幼年时孤独的阴影 走上了一条让人艳羡的成功之路 然而好景不着 在一次事业中为了保护一名同事Bruce 暴露在致命的Gamma射线之下 导致Bruce体力的实力力量被意外唤醒 此后每当情绪激动之时 Bruce就会失去自我意识 变身成为绿色的怪人 并且同时具有超小的破坏力和抗拒意志 但Bruce并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自己异于常人的变身能力 对他来说 自己只是一名没有过去充满困阔的孤独科学家 丝毫不能理解 为何会突然招致军方的围捕 面对一系列措手不及的突发事件 他的女友贝蒂罗斯同样感到迷茫无助 他希望帮助Bruce 但却遭到了负责围捕绿巨人的父亲的极力阻止 与此同时 为了不伤害自己周围的人 Bruce也游走于世界各地来寻找控制愤怒的方法 但罗斯将军带领的特种军队 非但没有同情绿巨人的遭遇 反而布下天国帝王 派出最强大的战士 以图抓获绿巨人得到变身的秘密 甚至为了对抗绿巨人的超能力 波朗斯基自愿成为了罗斯将军的实验品 变成了憎恶 然而让罗斯没有想到的是 憎恶却变成了一个残暴的杀人机器 Bruce为了拯救自己的爱人 只得再次变身成为自己讨厌的绿巨人 来殊死搏斗 他知道 他不可能像救世主那样的拯救世界 也不可能像义务警察那样维护社会正义 更不可能像爱国者那样的保驾卫国 他甚至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放弃了这段爱情 选择了在隐居的时候 做一个好医生来赎罪 然而在复联役中 神盾局为了得到布鲁斯的帮助 对黑寡妇下达了重新招募绿巨人的任务 因为考虑到绿巨人可能造成破坏 团队里又需要一个能够控制住她的角色 于是唯一的女性是博尔的人选 一个整日被人嫌弃的怪物 本来就很寂寞的人 碰到这么主动投怀送抱的美女 那肯定把持不住 所以在空天航母上 布鲁斯得知 关押洛西的笼子 原来是为自己准备的 会彻底愤怒 然而黑寡妇是个顶尖间谍 玩弄感情绝对是她的长处 甚至在复联2中 黑寡妇更是担当了换回班纳人格的角色 而且队长应该并不知情 黑寡妇对绿巨人的感情只是任务 也许 黑寡妇在任务中可能动摇过 想到过私奔 所以 纳塔莎自己爱人神伤时 想的可能是 对自己利用班纳感情的自责 但她这么专业的人 永远不会以任务为主 所以 最后把班纳推下悬崖 让她变身 后来 绿巨人跑了之后 她的主动演戏 更像是为了帮局长定位 而作为寂寞到渴望爱情的Bruce 却忽略了 黑寡妇只是一个间谍 所以 在钢铁侠 美队雷神 毛雨应对 傲创军团时 唯有Bruce 关心黑寡妇的安危 只身前往营救 纳塔莎 然而 在这一段对话之后 她发现 从一开始 自己就只是 复仇者联盟的打手 是黑寡妇利用的对象 所以 只有在 复仇者联盟2中离开 才是最好的选择 最后 她来到萨卡 发现 这些人 都爱她 是黑寡妇利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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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黑寡妇利用的对象